王牌金克拉吃豌豆也疯狂 一个豌豆射手挑战骄尸博士 王牌金克拉 买瓶的罐子只有一个植物罐 然后还有一个骄尸罐 然后剩下的这么多全是味道罐 里面究竟是什么呀 直接开启罐子透视看一下 啊 只有一个豌豆射手 然后僵尸罐里是一个僵尸模式 剩下这么多味道罐全是阳光 真实はいつも一つ 这么多阳光 卡槽里肯定给了我一颗海牛海牛的植物 这一局的豌豆射手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打开豌豆射手 应该是可以移动 可以移动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收集起所有阳光 卡槽里给了一个金克拉 此时此刻我肯定要开一班竞猜了 在军挑战你是支持植物呢 还是支持僵尸呢 如果支持植物弯动 可以弹幕扣一 如果支持僵尸模式 可以弹幕扣二 然后这个时候僵尸模式罐子 直接开出来吧 一个弯动射手 就算有金克拉 应该也是打不过僵尸模式 这些普通僵尸 肯定会掉卡片 抱了一个来关壳 果然会掉卡片 这样的话 他们的金克拉直接往地上动 看看这个豌豆 它射出了玉米捣蛋 金克拉往地上动的话 第五路的豌豆也射出了玉米捣蛋 这简直太棒了呀 这个时候僵尸模式第一次低头了 一个火球出在了第二路 没有问题 不过第一个回合僵尸模式 满身没有任何变化呀 一枪射手 可以啊 这局的僵尸模式 又要挨揍了 玉米加龙炮 这个来的好像没用呀 这个时候僵尸模式第二次低头了 我去满平的玉米加龙炮呀 这一次的僵尸模式 一只嫌恨猎海已经被打出来了 不过这一次的火球出在了第一路 咱们应该是丢了一颗仙人掌 问题不大 现在咱们要阳光有阳光 要金克拉有金克拉 要植物有植物 这一局的僵尸模式 你就等着输吧 哎僵尸模式第三次低头 这一次满身裂黑都被打出来了 一个火球出在了第三路 哎要砸车 我去 这一个回合多少有点亏呀 咱们丢了不少植物呀 哎第一路来了一个冰车 哎可以 一发玉米大炮 轻松解决 然后还转了一个星角掉大野 这样来看的话 这一波只转不赔 哎第四路又来了一个冰车 又来了一个机枪射手 这一局 崴了崴了 哎这个时候将是不是第四次低头了 这个回合我就勉强把你拿下吧 这样的话不出意味 咱们勾起扣一的小伙伴 植物轻松获胜 因为我们再来到几乎都是这样的 我们下火